難於改變的人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某程度難於改變 這件事是很多時候幫助人時都會有些人的反應 怎麼辦?他經常都不改變,我們怎樣幫他呢? 這次就會講到這個主題 首先就是明白為何人會難於改變呢? 第一就是聖經所講的,一起讀《耶尼米書》十三章二十三節 古實人豈能改變皮膚?豹豈能改變斑點? 若能你們自己習慣行惡的,便能行善了 古實人就是黑人 黑人能改變皮膚顏色,豹能改變斑點 如果能夠,你們習慣行惡的人便能改善 他講到人是很難改變的 當然神有這個大能 但的確人是難改變的 我們自己也想想一下自己的生命 一會兒我們分組時,大家都反思一下我們的生命 即是我們有甚麼難改的 為何後來能改變? 而為何有些人不能改變? 我們也要求主幫助我們 如何能夠全面性讓神改變? 因為一個人,用一個比喻 譬如說十件事,他整個生命全是十成的 譬如他改了兩、三成、四、五成,覺得很好 但他其他還有些地方是沒有改變的 其實是可以有很大的問題 譬如他跟人說話很粗魯,很挖,傷害人 他改了其他,其他還沒改 或者他是很容易犯罪的 很容易被色情吸引的 很容易說謊的 雖然他有很多東西改了 但其他還沒改 整個生命都會受虧損的 所以我們明白,即是說一個基督徒 能夠全面性給神祝福 就是他全面性給神改變 這樣的時候,他的整個生命就會被提升 我們說說為何人這麼難改變 第一,就是因為人用自己的方法 我生存了這麼久都能夠生存 那為甚麼要改變? 我這麼久都是這樣的 我都沒有死過 我都是這樣的 我都是這樣煩惱,不過我都沒有死 他就慣了這樣 我們發覺有些有情緒病的人 他習慣了有情緒病 他好像很難出來的 而且他說呢 我都享受現在生活的一部份 即是他有一部份是喜歡的 他有些不喜歡 那為甚麼要改變呢 我現在都OK 有些地方喜歡 第三,人習慣自己的舒適區 離開舒適區 是需要付出代價和痛苦的 因為舒適區是甚麼呢 譬如說,我不跟別人說話 或者我不說自己的話 或者我不去關心別人 那這些是他的舒適區 即是說,我在這個區域裡面 我是最舒服的 我做回自己 我是最舒服的 那我為甚麼要踏出去呢 那這個就是很多人 不能夠改變的原因 就是他的舒適區 所以我們自己都問一下自己 我的舒適區是甚麼呢 為甚麼我這麼難改變呢 這是第四 沒有給神更生 不給神 不體重神 和不發揮生命 因為很多基督徒 他是信耶穌的 不過他只是信 一個信念 但是他並沒有給神更生 有些是沒有重生 如果沒有重生 就不能夠 有些有重生 不過重生 是只有一部份 被神改變的 其實我們都很容易看到的 即是如果我們周圍 看到那些基督徒 很容易情緒化 很容易說話 很粗魯很挖 很容易傷害人 很容易很隨意就會說 哎呀那些人真是壞 就批評他們 說閒話 這些都是我們常見的事情 那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他沒有讓神 進入他生命的某一部份 那還有第五個原因 就是他覺得 沒有可能變 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怎麼改變呢 改變不了 這些都是人 定虧了自己的內心 改變不了 於是他就覺得 都不改變 又沒有甚麼需要改變 那還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人容易任性 任性就是 給他的情緒 和喜歡的影響做決定 喜歡的事就做 我喜歡玩就玩 小朋友也是的 我喜歡玩 我現在不喜歡讀書 那些上班的人 我喜歡看手機 我現在我不想看 我不想做工 有時候有些人都說 有些年輕一輩的上班 他喜歡他自己的時間上班 他容易會遲到 他喜歡做的就做了 另外第三 喜歡吃甚麼就吃甚麼 知道是不好的 譬如很多人說 吃甜的東西就會開心些 但是吃甜的東西的不好處 就是越吃越肥 越肥就越不開心 所以又是造成一個長線的問題 喜歡買就買了 很多人買了東西是不用的 他只是喜歡買 很搞笑的 我家人有認識一個人 周時將他買了東西送給別人的 他買了很多東西 買了東西他又不用的 他只是喜歡買 買了又沒用 放了那麼久就送給別人了 有些人 於是我家人就跟他說 你下次有甚麼要送給我 告訴我 因為他有很多東西買了 其實都是值錢的東西 第四 喜歡跟別人交往就交往 即使有問題 明明那些人是欺騙人的 或者是 簡直是不誠實的人 但是他喜歡 他就會 喜歡跟他在一起 第五 喜歡戀愛就戀愛 想結婚 或者想離婚就照做 就是這個情況 很快就結婚 然後我現在很想離婚 那他就離婚了 即是想做就做 這個就是任性 即使知道不應該做的事情 都會照做 明知不對 還有有些人會依靠別人 有安全感 有些人我知道 去哪裡都要有人拉著他 即是去買東西 就去找朋友去教會 我說你可不可以來教會 我看一下我的朋友 有同不同我一起來 即是說他要有人才有安全感 於是他就 即是他經常都有一種依賴性 他永遠都不能站穩 第八 就是不容易聽勸 不容易改變 沒有恆心改變 即是人勸他 你這樣 你很難的 即是你跟人相處有困難 你工作有困難 你侍奉有困難 你生命發揮有困難 但他不肯聽 也不肯改 或者改了 或者口說改 沒有恆心去改變 這個也是有很多人的情況 好 另外第三種情況 就是自卑感和悲觀 亦都令到人難於改變 他自卑感和悲觀 他就難於情緒穩定 因為他沒有安全感 覺得自卑 於是他就經常都在這個情況 很難改變 他的情緒 其實情緒可以說是一個很難很難改變的一件事 即是有時思想可以改變 有些人思想改變了 但他的情緒改變不了 因為他的情緒習慣了是不開心 有什麼事是不開心 其實我自己都會留意到 我有些時候會不開心 我留意到 例如有些人說的說話 是不適合聽的 有些說話是冒犯的 是即時會覺得不開心的 但我是留意我自己 尤其是我聖靈充滿之後 我留意自己更多 那怎樣留意呢 因為我聖靈充滿之後 是時時有喜樂 我一期就有喜樂 那我一發覺沒有了喜樂 那我為什麼沒有了喜樂呢 我就發覺被人影響 那我發覺被人影響 我就盡快處理 盡快處理 怎樣能夠不給他影響 還有怎樣跟他建立關係 認錯之類 這就是我刻意處理 但其實大家可以反思 有些小組可以分享 你留意到自己的情緒 你容不容易改變呢 因為你覺得是頗難改變的 譬如你被人氣壞 你是會受影響多久呢 那我很久之前 我試過有一次的知覺性 那時候是遠遠未曾經 經歷聖靈之前的 那我有一次就去買東西 駕車去買東西 那時候趕時間 六點鐘那邊關門 我一去到的時候 是六點之前的那麼多 但是那個人已經在關門了 他未到究竟已經在關門了 我說 開門給我 他說明天來過 那我那一晚呢 我就發覺那個人呢 湖湖湖湖湖 我初途都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我想回了 就是買東西買不到呢 那個人呢 就是有一種悶的感覺 就是做不到 一件事要做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這件事 一件事發生了之後 就不只是那一陣子不開心 是跟著之後一段時間 是自己都不自覺地 繼續不開心的 所以這件事呢 是我們需要留意的 就是有時候 很簡單 如果你今早被人氣壞 你現在的情緒 都是會受影響的 就是你想想 如果你今早在家裡 吵架 或者你不見了銀包 你現在肯定是會 就是情緒是受影響的 當然你說 不見了銀包 當然是受影響的 問題就是 不見了銀包 我們需要處理的 譬如信用卡 那些東西 應該就是處理了 就放手 就不用繼續不開心 但是往往人就是這樣 處理了 心形就很不開心 為什麼會不見呢 為什麼會不見呢 那樣東西是沒有幫助 去處理有幫助 處理那樣東西 人當然會說 受情緒影響 會的 不過問題就是受多久的影響 如果普通人來說 幾個小時是很正常的 或者一天是很正常的 不過有些人是會很久 就是以前做的那件錯事 是很長時間 都一直受影響的 我們就留意一下 我們自己有件事發生之後 我們受影響多久 一個人是情緒化的話 是很難改變的 因為他 被情緒影響 他的人是不自覺地做一些事情 情緒的人會做些什麼呢 容易發脾氣 容易罵人 容易放棄 他自己的情緒容易爆發 是很難改變的 所以我們就留意到 我們自己是一個怎樣 容易給自己的情緒 自卑感 悲觀這些影響 我也很深刻印象 有一次有個傳導人跟我聊天 他就說到 有些人說一些負面說話 我說不要緊 這些算了 放手吧不要緊 很難改變 他一聽 他立即回應我 他說 你真的很正面 因為他跟很多人說 那些人會怎樣 搞錯 那些人會這樣說話 哇 真是令我激到爆 有些人是這樣反應 但我反應之後 那些人是這樣 不要緊 沒有所謂 不用理他 不會傷害到我們 那為什麼 因為我習慣了 我已經習慣了 但不是代表我習慣了 就沒有情緒 是有的 不過我是習慣了 很快地處理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留意一下自己 是否難於改變 和自卑感和悲觀的人 是難於有動力去改變 因為他不覺得自己有能力 他覺得 譬如他很肥 哇 要減肥 哇 太難了 減多少都減不了 一會又反彈 又肥了 都是不行的 那他就沒有動力去改變 就是試過不行 改變情緒 嘩 試過又不行 沒有用的 這些是沒有用的 我還記得有一個人 他說信耶穌 我不肯定 我不肯定他信不信耶穌 他有一次跟我說 他說 他有一次打電話給我 其實我們嘗試幫他 都幾多次的 但是他始終沒有接受幫助 有一次打電話給我 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是不是基督徒 一定要和別人交往 我說 你想正常的生活 和你正常工作 和你發揮生命 是一定要和別人交往 那他就不想再說了 因為他不喜歡和別人交往 他覺得受傷害 我們如何勸導他 他都覺得 是不行的 不行的 所以他做工 是很快被人解僱的 他做工又不行 教會生活又不行 他去到教會 總是說別人對他不好 因為不可能一個人 經常都不開心 人都要呵護他 關心他 呵護他 他又沒有什麼回應 總是不開心的 人都有閒的力量去幫助他 但他希望那些人 經常都是這樣 所以他對教會很負面 人都沒有愛心 希望那些人單方面對他好 所以他沒有動力改變 他只是希望 可不可以基督徒 和別人交往 可以嗎 他想是這樣的情況 我告訴你 正常基督徒 健康基督徒生活 是不可能和別人交往的 第三 就是自卑和悲觀的人 難於有一個堅定的人生目標 即是他很飄忽 人生都是這樣的 唉呀 都不知道有什麼意義 都是做不到什麼的 日過日就算了 有賺好錢 有得吃就行了 總之他不會有一個人生目標 生存已經對他來說是很難的事 生存能力已經是難了 何況還發揮生命去祝福人 建立人 在神的天國中心 並且結出果子 在他來講 真的覺得是非常難的 第四 就是自卑感和悲觀的人 很難和別人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 因為他容易情緒化 他太… 有時是依賴人 經常拉著人 那個人一幫他 拉得很緊 為什麼你昨天不找我 我找你 你又沒有聽我的電話 你什麼時候聽我的電話 那些人聽完 真的有很大的壓力 以後你經常都要 好像有個稱陀一樣 陀著 經常都要黏著 所以那些人會怕他 難於跟他交往 他又情緒化容易 發脾氣 不喜歡 看到他的臉都黑了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曾經有個團契 負責這個團契 有一個女生真的很情緒化 他情緒化的那天回來 每個人都知道 整個團契都知道 為什麼 因為他的臉部 真的 好像 講笑的說話 寫著情緒化 他的臉部 是完全情緒化 整個團契受影響 每個人看到他 覺得他很不開心 其他人就會有一種壓力 就是他今天怎麼樣 幫不幫到他 今天開心一點 就是他那個情緒化是難於 就是會影響他跟別人的關係 或者他不懂溝通 因為情緒化 或者他自卑自然 他跟別人關係不好 他很難跟別人溝通 學不到這件事情 他以後都難於有好的朋友 第五就是 難於與神建立好的關係 因為覺得自己不配 也都因為情緒和生命問題影響 反正變成沒有心機祈禱 又覺得祈禱沒有用 整天都這麼情緒化 其他肚子都差不多 所以就會有這些問題 所以有些人的生命 真的非常難改變 真的 唯有真是神能改變 和他自己給神改變 才能夠改變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固執 好像兩隻牛 我要頂你 我要頂你 是你錯 是你錯 就是他的錯 這就是人的固執 以及也有靈界的力量 靈界的力量 靈界的力量是什麼呢 因為聖經講道 杜賊尼 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 這個講道魔鬼 魔鬼偷了你的人生很多東西 人的價值 因為每個人都是寶貴的 本來這個人是有價值 現在變成一個沒有價值的人 魔鬼捉實這件事 他怎麼會放呢 魔鬼不會輕易放的 除非這個人真的聽神的話 親近神處理生命 讓魔鬼在他生命再無地步 這樣的時候 他才能夠重建他的價值 當魔鬼在他裡面的時候 這個人沒有起落 魔鬼又會跟他說話 你呢 你這個人是這樣的 整天都不開心 你不如快點跳樓吧 你跳樓解決了 有些人真的會聽到這樣的聲音 你跳樓大解決了 那時候就會開心 令到人沒有起落 沒有動力 沒有能力 沒有前途 還有沒有神的封聖生命 他不會輕易放手 他捉實的東西 他怎麼會放手呢 所以一方面 他自己不放手 另一方面 魔鬼不肯放手 魔鬼不肯讓他放手 他自己也沒有能力放手 所以 人真的有事很難改變 神有能力改變 當人給神掌權的時候 神就能夠改變人 信者耶穌不是一定改變的 其實我們見過很多基督徒 都有很多問題 因為他沒有給神掌權 我們一起讀一下 提多書三章五節 他便救了我們 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 乃是照他的憐憫 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生 這個重生的洗是說到洗禮的 這個洗是說到拯救的意思 這個拯救叫我們重生 我們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又會有重生 神就改變我們 藉著重生和聖靈的更生 就是聖靈會更生 我自己在我人生中 我發覺聖靈更生了很多東西 譬如我起初的時候 有些罪是很難改變 但我現在知道罪一定有破壞性 所以我會改變 或者是對某些人 是會是覺得 有些人我會覺得很喜歡 但有些人覺得 都沒有什麼希望可以幫到他 他人真的太多問題 就會有一種負面的感覺 神就會改變我 即是說 就算他人不好也好 我都善待他 或者是全面性的發揮生命 欣賞人多些 這些都是我以前是少有的 即是盡量建立欣賞人 這個東西是學回來 是跟細胞小組網絡相處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些 特英姐妹就學細胞小組網絡 在教會推行細胞小組的網絡 推行細胞小組 那麼細胞小組 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時事支持 譬如其中有一次 在一個聚會裡 一個崇拜裡面 我們經常都有分享 就是有一個特英出來分享 但是她分享的時候 她是上到台 是完全忘記她說什麼 定了營 那麼她的組長 立即走上來 搭著她的肩膀 站在她旁邊 鼓勵她幫她 開始翻 這個就是細胞小組那種氣氛 細胞小組的氣氛 就是一個很關懷支持 跟她一起面對困難的 那麼這件事 令到我 即是給我很深刻印象 就是更加留意 周圍的人 教友 有什麼長處 有什麼強項 有什麼做得好的 都去欣賞 去刻意欣賞 這個是我學回來的 因為我小時候 其實我小時候 在家裡 經常都是鬧 打 雖然我們很乖 鄰居都說我們很乖 即是家裡做得乾乾淨淨 好 整齊什麼都做好了 但是呢 家裡人是不滿意的 所以在家裡 都是鬧 打 不是欣賞 不是支持 沒有機會說話 那樣的 所以我小時候 是說話 是很失敗的 但是神呢 就改變我了 即是神改變我 不單止自己開放 去溝通 並且呢 還去關心人 欣賞人 這些都是神給我改變 即是說原來聖靈呢 是會找到我們的裡面 有些什麼未能 神會找到我們 找出來 那大家可以反思一下 你有什麼地方被神找到的呢 好了 我寫了一些 首先神更新我們的靈 他會將我們的靈魂改變 我們的思想 不再去想世界的東西了 看重神的東西 相信神的恩典 他的意志 不再只是說我要賺錢 我要成功 而是說我要聽神的話 感情 那個感情 不只是在看電視 去玩 或者某些人的身上 而是我的感情在神身上 和我去對人有愛心 有關心 有智慧 從神而來的智慧 如何處理人的問題 譬如有些人很自然地 有人的問題 就會發脾氣 不開心 轉頭走 這些都是有些人的方法 但是呢 當他成熟之後 他有個智慧 如何處理事 和如何待人接物 和人相處 和如何處理事情 和價值觀 他的價值觀 是神的價值觀 和人生目標 侍奉生命的發揮 譬如我會找不同的方法 去尋找方法 尋找門路 如何發揮 我自己去過舞會 和他們溝通 我都會想繼續幫助他們 目的就是 純粹為了幫助 這就是目的 就是聖靈可以更新我們 我希望大家 首先就是 我們有一套的包袱 是一些難改變的 我們改變了 接著呢 我們就向前改變 就是我們怎樣再發揮 譬如我們今次有幾個人去 總共我們六個人去了 去了宣教 去了宣教 是給我們一個機會 去看到 原來可以幫助人 看到的果效 所以希望大家 將來有機會 都會去宣教 尤其有些再去多幾天那些 即將來我們安排一些 去東南亞去幾天那些 是一個挑戰性來的 但是你會看到人更多 更加有信心去改變 所以希望大家 向著這個方向去 也都反思我們有什麼地方 是未改變的 求神去改變 好了 這裏也都這個經文 也都講到 人生命裏面的一些營慮 難阻我們改變 我們一起讀一下 哥林多後書十章四到五節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熟血氣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堅固的營慮 將各樣的計謀 各樣難阻人 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時 一概攻破了 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信服基督 這就是改變了 改變人 改變人是怎樣 一定是要靠神的能力 不是熟血氣的兵器 在神面前有能力 能夠攻破這些堅固的營慮 人心裏面有些堅固的營慮 譬如有些人說 跟人相處是很難的 我不喜歡跟人相處 我要避人 這個是他的營慮 或者是人很壞 我真的要討厭他 討厭到底 這個是營慮 或者他的情緒 我生出來就是情緒化的 你們這麼開心 我不行的 我是生出來情緒化 這個是他的營慮 將各樣的計謀 各樣的想法 和難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時 他們的驕傲 全部都攻破 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整個心意搶回來 完全聽神的話 這個就是改變的目的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 想回我們有沒有什麼營慮 留意我們生命有沒有什麼營慮 有什麼難阻我們認識神的 讓神改變更新提升的 這些就是我們需要處理 你處理一樣 你的生命就提升一級 再處理又再提升一級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說 神啊你幫我一步步提升 好了 我們最後講到怎樣改變人 我們改變很重要是給他知覺他需要改變 因為有些人的普通人的觀念 就是我要改變他我就說他 叫他 叫他其實不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很多人都叫過你 吃健康的東西 運動 多些祈禱 多些傳福 叫完是沒有什麼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本身不想做 所以我們是想他知覺需要改變 他想改變才會改變 他想改變還要有行動 他想改變有一個計劃 所以我們的目的不是只是告訴他 是他要知覺如何改變 所以這個過程是牽引他 引導他 讓他的心自動想改變 第一從聆聽了解他的狀況 內心世界和難阻 即是聆聽知道他原來 為什麼會這麼難於改變呢? 有些什麼卡住他呢? 第二 接納他們 即使他現在一批東西 我都接納他 他是很難改變 我接納他這個困難 亦都不要想著一天改變到他 總之他改變了多少就多少 這個是我們催促不到的 有一句成語叫拔苗助長 可能大家聽過 有一個人種了些央 在那裏 想他生快些 不如條條都拔高一點 為什麼拔高一點 條都死了 不能拔高一點 他能夠成長 所以我們聆聽知道他的狀況 他的狀況是什麼 他內心世界是怎樣的 他在想什麼 他的情緒是怎樣的 還有什麼難了 第二就是接納他們 讓他們覺得有安全感 即是跟我們相處 有安全感 就算他不改變也有安全感 可以跟我們聊天 我們不會罵他 第三 引導他們了解他的狀況 詢問他們想不想改善 這個就是給他知覺 他知覺 他有沒有知覺他的狀況呢 給他知覺之後 他想不想改變呢 這是他的心 譬如他說 我是不開心 我們讓他知覺 他不開心的原因 他不開心到什麼程度 你想不想改善呢 第四 引導他去想一下 有什麼方法改善 第一就是想知道他的狀況 第二就是想不想改善 第三就是什麼方法改善 第五 問他們可不可以 譬如他說 我想不到方法 或者他想到一些方法 我們可以說 可不可以提議一些其他方法 因為你問了他 然後他接受 他會想一些 如果你這樣說給他聽 他未必會想的 而第六點很重要 就是把波給他 讓他負責任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我都幫過很多人 他每次打電話來 都是說同樣的事情 又被人傷害 又不開心 又有什麼煩惱 就是重重覆覆 都是同樣的事情 我會聆聽他接受他的感覺 但我也會問他 你這個狀況 你覺得你可以做什麼 你有試過做什麼 還有什麼可以做 然後把波給他 即是你覺得你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你覺得你可不可以做什麼 你想不想做 你能不能做到 因為始終是他要改的 但有很多情緒化的人 他只是想找人談判 他只是想一邊說給你聽 重覆說 他會說很多次 有些人跟我溝通 如果稍為熟一點 我都會讓他知道 我給他知覺的方向 即是不粗魯 我只是給他知覺 我就會說什麼 我說 你有沒有留意 先你跟我說了幾次 這件事 譬如他說 要做什麼 做什麼 他說完一次 然後譬如他說 你要幫這個人 我說好 你要幫他 我說好 你記得要幫他 我說 你有沒有留意 你說了幾次 我說 其實 你說了一次 我聽到 我告訴你 OK 我就OK 我會做的 但有些人 他說話總是會重複說 有些就是 覺得對方未必聽到 有些就是 他不開心 他只是想談判 他只是想說 他說的時候 說來說去 我們不是每個人都 有無限的時間 去聽他說話 如果有人聽他說 是否代表幫到他 又未必 他是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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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他說 不過你 重複聽他說 不代表幫到他 始終我們交給他 那你可以做什麼呢 也都是引導他 之前我們都說過 就是說 人要改變他的行為 一定是 學習親近神 這個我們之前說過 一定是親近神 和不要吃垃圾 然後處理方法 三樣東西 一個就是親近神得力 第二不要吃垃圾 那些人罵你 不要介意 第三 我怎樣處理問題 問題要處理的 譬如有人罵我們 第一我們親近神 就平安輕盛 第二 我不要受落垃圾 不要說他罵我 就是我衰 我就是沒用 我就是蠢 不要吃這個垃圾 第三 我怎樣跟這些人相處 如何處理這件事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去想的 用動力四點鼓勵他們 大家可能記得我講過四點 第一 神是充滿愛和能力 祂有很大的愛 亦都很想幫我們 有能力幫我們 第二 神看我們很寶貴 個個都是被愛的 個個都可以發揮的 第三 凡是親近祂 遵從祂 侍奉祂 的人 一定蒙福的 凡是聽祂說 一定蒙福 每一個小步 神都喜悅的 做任何一件事 就是聽祂說 神都喜歡 第四 凡是不聽祂說 繼續犯罪 一定有破壞性 這四點大家可否記得 希望大家經常記得 神是最充滿愛和能力的 還有祂看錯我們個個 愛我們每一個 我們聽話 遵從神、親近神 事奉神一定蒙福 而不聽話 一定有破壞性 我們用這四點鼓勵祂 你現在有情緒影響 你想不想處理 你處理到 你從神得力 神又喜悅你了 你親近神就被提升了 你的生命就進步了 你進步就蒙福了 你可以怎樣不計較的人呢 有時可能幫他不計較的人 都需要一段時間 不過我們知道 向著方向去 我們試想想 其實這個人 他罵你了 他有沒有改過呢 他從來有沒有改變過 他經常都是這樣 我需要不需要繼續去想他的不好的事呢 他可能會說 他罵我當然不開心 我說是 這個正常的 不如我們試試轉移去 神真的愛我們 我們讚美神 我們就不去想這件事 但有些人來說 他的線路 因為我們有個腦有的線路 他已經回答到人那裡 就不回答到神那裡 他永遠都說 神太遠了 人罵我當然不開心 那我們怎樣學習 人其實呢 人都是必死的人 都是要沉淪的人 尤其是他們沒有神 他們更加要沉淪 我只是希望他改變 但他永遠都是不好的事 他永遠 我有時用一個比喻 神經病 神經病罵你 你會不會很介意 在街上有個神經病 說你 你真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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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這麼胖 譬如有個神經病 都是在街上罵人 你見到他罵你 你會不會很介意呢 他也會說 不會很介意 因為他神經病 我們就說 這個人經常傷害你 其實他是有些問題的 他經常這樣罵你 是否需要受諾呢 他慢慢的心意 放在心中 他慢慢就 起碼他知道的方向 有些人來說 可能需要很長時間 才能放下 我希望我們中間的人 都能夠盡快放下 又從神得力 從神得力 很多人都很難 為什麼很難呢 因為覺得神很抽象 所以經歷聖靈很大的幫助 我們經歷到神的平安 輕省能力是容易得力 知道神很近的 還有知道 我聽神說 神一定祝福 我們經歷過祝福 這就給我們動力了 我們知道我們處理自己 但是處理自己呢 我相信我們很多人是怎樣 處理了六七八成左右 一部分 不過還有些未處理的 我們都要想想怎樣全面性處理 亦都怎樣去幫助那些需要處理的人 第八點 就是欣賞他們的任何小小的改善 他們的那麼多改善 我們就欣賞他們了 即是說 你開始改變了 你開始親近神了 讚美神了 那一個方法 網上有這麼多詩歌 你就播來敬拜 有些人不能夠集中自己祈禱 長時間你播詩歌讚美神 那你有沒有這樣做 你有這樣做 這個進步了 有沒有開心點 有 那他說我唱完就不開心 那你不要緊 那你繼續唱多些時間 起碼多些時間開心 少些時間不開心 還有不要揹他的淡子 有一點就是很重要 就是說 他不改 我不用煩的 因為是他的責任 我們關心他 但是我 如果我幫到誰 他不改 我就煩 那我就永遠都是煩的 我們沒有可能背著人的煩惱 我們能夠做的 我是幫他 但是他不改變的時候 我不背著他的淡子 我只是繼續幫他 好了 那靈性上輔導人有動力 就是輔導他的靈性的動力 去恢復神的恩典 那你就說到這先那裡了 就是魔鬼來偷竊殺他 神本來的生命有奇妙計劃 這個是聖經所說的 你珍不珍惜 你想恢復神的奇妙計劃和恩典 的確有些人的生命是真的破壞得很厲害 人際關係不好 工作不好 事奉不好 祈禱不好 喜樂又沒有 煩惱 他的生命很多都破壞了 真的如果我們畫一幅圖 可以找他找一張紙畫一幅圖 你的生命裡面有幾樣東西好的 有幾樣東西困難的 爛的 真的可能畫出來 就是整個爛蘋果來的 是很多東西爛的 但是神不是想人這樣 你想不想恢復神給你能力 其實有很多人 所以我們越能夠幫到人 我們說 我們幫過這個人 他真的會改變 他真的會提升 這是一個好的榜樣給你 是可以翻回這個計劃的 第二 魔鬼透過你的軟弱 你的情緒 你的習慣 偷竊你的恩典 因為人的軟弱 他的罪 他的情緒 和他的習慣 魔鬼就偷你的恩典 你想恢復這些恩典 從魔鬼手中拿回來 譬如說人際關係不好 我開始對人好些 關心人 聆聽人 和人說話有禮貌 不去冒犯人 這樣的時候 你的人際關係會好回來 還有有些人對你好 你就欣賞他 至少有些人對你好的 這些關係可以重建 你想一步步 從魔鬼手中拿回這些東西回來 第三 魔鬼會被人藉口 就說你不能夠恢復失去的一切 他說你這麼笨 這麼懶 你這麼久都不行了 你以後都不行了 魔鬼會給我們意念 甚至有些人都信了 不行了 我太久了 我不改變了 那我們可以有什麼信念 和行動去恢復 已經失去的恩典呢 信念就是神一定幫我 魔鬼是打書仗的 神體重我的 神給我能力的 我們有很多見證人 好像是雲彩圍著我們 我們從他身上去學習 他們如何處理生命 我有這個信念 一定有一個方法 行動了 很簡單 第一就是親近神 親近神的時候 我相信神歡喜 神在笑 神在開心 很開心欣賞我 這是一個行動 還有我每天都告訴自己 說服自己 告訴自己 我不需要被人影響 我相信 人不能夠傷害我 我就去改變這個思維了 就是以往就覺得 人呢 破壞到我的生命 人呢 就很有權並 但是我呢 開始改變自己了 人其實不是很有權並的 神才有所有權並 人不改變到我 人不能夠搶奪我的東西的 我去改變 我知道我以往是這樣的想法 我將那個思維改變 這個行動了 還有呢 我重建一些東西 重建一些人際關係 教會生活 團契生活 小組生活 重建侍奉 這樣就可以 逐漸恢復我們失去的恩典了 神就喜悅 我們將生命獻上 這個也是很大的鼓勵 將生命獻上是神所喜悅的 還有呢 進入這個善良可喜悅的旨意 就是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效法這個世界就是這些菌綁 凌雷 心意更新而變化 讓神去改變 有一個新的意念 我都提醒大家 不要用三良教旨的方法 其實三良教旨 我上網查一查 原來是明朝的小說 和現在的意思是有不同的 現在呢 三良教旨就是三個女人 和一個男人打麻將 就叫三良教旨 或者有時候幾個女人 猛罵一個男人 猛教他 他叫三良教旨 其實呢 原來的意思不是這樣的 是小說來的 只是一個小說 不過後來有做電影 就說到有一個人 有三個老婆 後來就 他去了另一個地方 他就 不知是做官之類的 但有一個人就騙他們 就說呢 他已經死了 他說他死了 他說他死的時候 大婆二婆都走了 剩下第三娘 第二婆就生了一個兒子 生了一個兒子 但是兒子有些問題 其實當時三良教他 即是第三婆 教他 但他又不聽話 他就跟三良頂撞 然後他有一個工人 就勸這個兒子 聽這個三良說 那三良又幫他 後來他考到狀元 即是故事講到 而後來那個老公呢 又回來 又事業成功 又升官 又回來 即是說這個三良 第三良 第三良 不是三個良 是第三個良 就教得兒子 教得成功 不過呢 今天來講 三良教子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那些女人 淫淫沉沉沉 會說 你不要 什麼 你要做什麼 你要聽話 你要什麼 基督徒都會這樣說 你有沒有祈禱 你要快點祈禱 你沒有祈禱 當然是這樣的 這種方法 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所以我們大家都有經歷過 避三良教子 就是肯定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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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都留意一下 就是留意一下 我們呢 一會兒你問祖長 我有沒有三良教子 麻煩你看看我 我怎麼可以改善 我有沒有太過 督促人 太多 就是 這裡講到 不斷吩咐和督促 我們盡量引導 吩咐 你要什麼 督促就是 你有沒有做啊 你要快點做啊 也都很重要就是 教子都是教的 這個就是控訴 罵到他不得了 控訴他 你沒有依靠神 即是說他了 沒有依靠神 你沒有祈禱你經常做錯事 這個是更加破壞性的 所以我們就留意 不要用這個方法 譬如有些人真的很難改變 他真的會 經常都是這樣 我們就說 你經常都是這樣 你經常都不改 他聽完是不會改變的 你說 這樣就很要耐性 他明明經常都是這樣 我就不要說你經常都是這樣 我就要說 你今次可以做什麼啊 你有什麼可以做啊 有些人說 我真的沒有這個耐性 真的沒有耐性 其實要點就是 我知道神會使用我 我越有耐性 我越讓神使用 我就不會被人影響了 這裡講到舒適區 我們人可以有 舒適區就是最舒服的 最安全 但也沒有進步 懼怕區 就開始要出去 但人呢 就會做什麼呢 就會找藉口 不行的 不行的 要出去這個不行的 就缺乏信心去做了 而且會容易被人影響 哇 很害怕啊 做不到啊 接著開始肯踏出 就學習區了 開始學一些技能怎麼處理 又處理挑戰和困難 然後成長區了 當他成長 踏出他這個舒適區之後 他就開始找目標 怎樣活出他的夢想 怎樣去發揮他的生命 那他就得勝了 就是說 由舒適區出來 到這個懼怕區 雖然還是很害怕啊 很擔心和人交往 但是呢 慢慢成為學習區 我逐點學習 和逐點成長 好了 我們討論 我們用這個經文 就是 重生的洗 和聖靈的更生 和這個兵器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呢 將各樣的計謀 各樣的難助人認識神 那些至高的事 攻破 將人的心意奪回 那我們可以分享一下 我們聖靈如何更生我們 神如何將各樣的難助人的計謀 攻破 這個講到其他人了 或者講自己都可以的 有些什麼計謀難阻我 然後神將這些計謀攻破 請你分享一下自己難於改變的地方 人和神如何逐步改變自己 有神改變我們 也有人改變我們 有時候有祖長 有牧師 去勸導我們 那些人用什麼方法改變自己 以至自己改到呢 最後 為什麼改到 我們都可以分享的 那個改變 也都可以講出 是否最後有一個行動 就是我們真的 低起心肝去改變 都可以講出 這個最後為什麼會 低起心肝 然後討論了 三良教子和控訴方法有什麼不好 就是這樣說人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所以我們留意一下 其實呢 除了在小組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跟家人相處 跟子女相處 跟父母相處 三良教子 這個方法 都是行不通的 就是一路 他自然就會反感 有什麼不好呢 就是練習幫助一個人 處理他生命中一些問題 請大家留意過程中用什麼方法 就是說我們中間 譬如大家都說出 有什麼問題 可以試一下練習去幫他 練習的時候 反思問回 我用過什麼方法 譬如說 都有三良教子 都有督促 都有控訴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去改變呢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就留意一下 我們改變難於改變的人 就是說 在小組這個情況 嘗試去幫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就去到 你有沒有祈禱 你有沒有做什麼 你是不是要做什麼 我們一起祈禱 求主賜給我們聰明智慧 如何去改變這些人 亦都有耐性 親愛的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是真的能夠改變人 你是能夠更新我們的 我們都承認 我們在改變人上 我們沒有能力 因為人不能夠改變別人 唯有神能夠的 求主詩恩祝福我們 憐憫我們 幫助我們有聰明智慧 有耐心 有分辨的能力 分辨到我們怎樣的方法去幫助人 亦都求主幫我們醒察我們的內心 我們有什麼地方是不肯改變的 有什麼地方是堅實的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的大恩 多謝耶穌的大愛 感謝主 求主幫我們清理這些難於改變的地方 讓我們一生被神提升和祝福 佛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